哈喽小伙伴们 大熊家镇上金线一吃人黑洞 所有人经过都会被吞噬 连渣都不剩 这属实太得喵的吓人了 我不由得陷入了是灵意 还是外星人作妖的社会大思考 而被吞噬的人又去了哪里呢 这一切都起源于咱熊哥的零分试卷 这一天下午 熊妈背着借来的高尔夫球杆 打算出门去还 但这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废柴 熊哥竟主动要求帮忙 老夫这掐指一算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果然 由于咱熊哥多次出产零分试卷 前不久在老妈面前指天发誓 绝不再拿大鸭蛋 可打脸偶尔迟到 但从不缺席 今儿个的测验估计离林 不会太远 以防万一先拿出点好的态度 看在这还算有心的份上 懒胖子拿出俩神笔打算帮忙 这可不是一般的钢笔 懒胖子用黑笔在墙上随便画了个圈圈 高尔夫球杆只要一靠近 立刻被黑洞一口吞没 接着拿布擦掉黑洞 然后带熊哥来到目的地 再用白笔随便画个白圈 球杆就这么从起点瞬间出现在了终点 这神器分分钟让东南西北中某童通通倒闭 赏下左右老司机顿顿拉西亚 哥俩紧轻松松的还掉球杆 能白嫖和放过 熊哥的屁股一掘必有所缺 说只是借看一下神器 凑巧看见小福偷偷摸摸的跟着左摇 大熊一摸直接下沉了葛右摊 这一切都是为了心入坑的小看漫画 虎爷为了白嫖 早已设下埋伏在小福必经之路等候 以小福多年的经验 他都能撂到漫画的下场了 正苦恼不已 诶巧了 有哥在没意外浪就完了 熊哥一招经济独立 只见在墙上画了个大黑洞 小福的漫画一靠近就被一口吸入 总觉得这甚得慌 但看大熊那满满自信 小福也跟着作完就撩 留下了清洁保姆小蓝胖 还得与胖虎冤家路染 但无论虎爷如何调收小福 也是一无所获 壁虎小队到达小福家大别野 圈圈一画大功告成了 还转了堆下午 但看着熊哥粗心大意的 蓝胖子想拿回神器 但接着个蓝胖子那脑瓜子献号 被熊哥一打岔 想起喵咪将的约会 脸哄带脸的给打发走了 接着大熊就开始撒花打野 看到小女友手拿小提琴 有妞不炮大逆不到 非得帮人送货 也不管人妞一再摇头 他还玩霸道总裁硬上手 把小提琴扔进了黑洞 信心十足的推走进香 留下了这墙上的大黑洞 装逼饭早晚爱干呢 他俩到达小女友房间 准备取快递 不过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孰能忍 神儿也不能忍啊 静香一发飙 大熊撒腿撩啊 赶紧去找医师的摆笔 而此刻的虎爷又追着小夫抢漫画 追着追着 小夫拐弯一个飘移 不见了 跟着咱熊哥每天一个作死小妙招 因为熊哥作妖 镇上惊陷于吃人的妖洞 此刻吞下了小夫 虎爷一个蒙圈迟 也被一屁股堆吞没了 紧接着 足球 小匠 外卖小哥 都一一吞噬 这出现了多起诡异失中事件 镇上变得人心惶惶 旁边趴地的大熊一听 顿时头皮炸裂 完了 出事了 果然 他想赶紧收拾这烂摊子 但前后脚一打架 也被黑洞吸住 生死一瞬间 小跟喵跳中救下了作妖熊 熊妈看见大熊倒在地上 还没说上两句 身体一斜 一病消失了 这下 哥谁谁炸妙啊 小蓝胖一听不得了 黑洞吸取越多 吸力就会越强 如果没有白笔 里面的人会永远消失在一丝园 目前最重要的是 找到白笔 擦掉黑洞 俩人赶紧分工作业 而此时的黑洞 吸力变强还在营业 希望不像曹涛说来就来呀 熊哥四处寻找 一无所获 而蓝胖子 先用绳索绑住自己的身体 然后慢慢靠近黑洞 可黑洞的吸力已经生不可测 一口吞住了小蓝胖的元老瓜 好多人一钻了出来 一无所获的熊哥经过 俩哥俩一个碰面 连人怠数一并当场交代了 这no做no die why you try 到了半夜 班主任老师还在改试卷 改完学霸的来到学渣的 红笔没墨了 老师这灵光一闪 白笔 赫然出现在了老师手上 原来下午被老师捡着了 果然学渣大雄还是个大鸭蛋 说时时内时快 淒利咔嚓的一顿祸祸 所有人都被崩到了老师家 还是咱熊哥靠零分救出一堆人 大型射死现场 好了铁子们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